今年4月 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在阿富汗伪装成记者 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造成26人死亡 其中包括9名在最初爆炸发生后赶往现场的记者 今年6月 一名枪手走进马里兰州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 开枪打死5名报社员工 10月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 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内被谋杀 从绑架、谋杀到监禁 对记者的威胁正在上升 专家称这是一个令人越来越担忧的趋势 民主国家的记者日益受到威胁 非冲突国家的记者仍在为他们的报道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 2018年至少有63名职业记者遇难 报告称 对记者最致命的三个国家是 阿富汗、叙利亚和墨西哥 但袭击并不仅限于杀戮 拘禁记者的情况也在增加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 中国、土耳其和埃及大量关押记者 其人数占全球被关押记者一半以上 委员们列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有两名路透社记者 今年在缅甸被判处七年监禁 他们揭露了战争罪行和暴行 为此他们被警察陷害 被指控盗窃文件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现在他们被扔进了监狱 这是对司法程序的嘲弄 这些记者正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记者 他们报道自己的政府 却遇到了麻烦 你在编造 你还有很多记者 因为不写真相而制造暴力 假新闻正在制造暴力 专家说 美国总统激烈的反媒体言论 正在为其他想要攻击媒体的领导人 树立榜样 把他们称为假新闻 是在说他们不合法 他们失败了 正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把他们称为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说 我就是人民 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 如果他们批评我 他们实际上是在批评你 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 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有人认为 这是全球新闻自由 全面下滑的更广泛的例证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变换现象 在埃塞俄比亚 新总理阿比·埃哈迈德 实施了民主改革 据报道 该国14年来 首次没有记者被捕入狱 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看到一些政权和某些国家 发生了变化 比如厄瓜多尔 韩国 钢比亚 这些国家在我们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 有所进步 然而 随着记者们在世界各地 继续他们的工作 最新的报道表明 他们将在一个越来越困难 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 切尔诺夫 华盛顿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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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食べ们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